Alan 我知道卓街現時上市客戶超過一千間 市場佔有率超過百分之五十 你作為卓街投資者服務部的主管 你可以指教一下上市客戶 怎樣去選擇合適的股份登記儲碼 我認為發行人即是上市公司在選擇股份登記署時 可以從基本法定的要求 或者其他可以提供的優質服務兩方面去考慮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行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816條 和創業版上市規則第1108條 發行人必須為一個經核准的股份登記署 即是說APPROVE THE SERVED DESHUA 或需要聘用一間經核准的股份登記署 以便在香港設置或管理其股東名冊 而按照證券期貨有關規則 所有在證券登記公司總會有限公司註冊的股要言 都是經核准的股份登記署 所以發行人除非本身自己已經是總會的一個會員 否則他們應該選擇一所認可的股份登記署為其服務 但據我所知 香港所有的上市公司現在都是聘用 認可的股份登記署 順帶一提 我們香港證券登記公司總會成立的主要目的 是確立認可股份登記署的資格 為他們爭取相關的權益和地位 亦同時監察所有會員有沒有堅守和遵從 證券會在2003年發布給他們股份登記機構操守準則 我們一方面維持他們的專業性 又另一方面提高業界的服務水平 除了基本法定條件外 選擇股份登記署還有甚麼需要留意呢 除了相信我們提及的基本法定條件外 發行人或上市公司也需要注意他們 所選擇的認可股份登記署 能否提供其他額外資源或優質增值的服務 第一 我認為股份登記署 應該有足夠專業的人力去提供全面的服務 包括因應實際情況調配足夠的人手 去處理客戶各種企業行動 例如公股、分拆賞指、派發紅股、股東大會等等 因為股票市場變幻莫測 股份登記署應該有足夠的人力資源 因應發行人一切的特發或特別項目 企業行動提供協助和處理 作為股份登記署應該擁有一個強大最好的 獨立的資訊科技系統俗稱電腦 這個電腦系統最佳的條件應該是全天候運作 有技術、能力和具備龐大的容量 處理基本客戶的登記工作 以及突發或繁複的企業行動 因為現在科技不斷創新 如果股份登記署能夠領先為客戶和股東提供更多電子渠道 加強雙方的通訊合作、省時、省力、省止 對於發行人和賞指公司來說 都是極具吸引力的 作為一個股份登記署 應該由專業人員主理的公眾櫃台和電話 熱線系統服務 如果更加可以提供新股上市時的網上申請服務 網上查詢或更新資料 為投資者提供更多方便的渠道 這便很重要 股份登記署除了有效率協助客戶或股東 執行各類企業行動 提升投資者和發行人的關係 更重要 如果他們可以為客戶或顧員提供合適 或者一站式的員工應購股權計劃 或者是新興的股份獎勵計劃 將會受到大家的支持 另外 股份登記署應該有良好的業績紀錄 同時擁有深厚的業務經驗 有能力應付日後業務的發展是必需要的 最後我覺得 股份登記署如果能夠提供多一個跨境的 國際服務平台或分部 應付發行人有關或有需要的跨境或雙邊上市工作 這是一個很好的增值服務 亦會提升到他們在業界的現受性 Susan Ellen剛才說起 認股權和股份獎勵計劃 你可以講解一下嗎 認股權計劃 我就不多說了 因為基本上是每一間上市公司的指定動作 反而近幾年 很多上市或準備上市的公司 都考慮成立一個員工股份獎勵計劃 而這個才是員工最真正的獎勵 所以更加能夠達到激勵員工的效果 一般這些股份獎勵計劃 都會有一個信託 作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平台 在歸屬的時候 信託人會將股份按照計劃的條款 直接分給員工 而信託的成立人通常是上市公司 受益人就是公司的員工 至於受託人一般是專業的服務提供者 例如Tricor 那你認為上市公司應該怎樣揀選 受託人去管理股員股份獎勵計劃呢 那你先看看一個理想的受託人 需要具備什麼條件 首先 受託人必須要在財政和人事上 有相當的穩健性 同時也要擁有成立和管理信託的經驗 最後受託人對上市公司的企業管治和上市規則 有足夠的知識是十分重要的 我可以很自豪地說 Tricor在這幾方面都很有條件 你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撤街在信託成立和管理方面的經驗呢 簡單來說 每一個員工股份獎勵計劃 都是獨一無二的 我們遇到客戶他們的要求 千變萬化層出不狂 但累積了過去七八年的經驗 和透過我們自己研發的電腦系統 我很有信心 無論遇上客戶有什麼獨特的要求 我們都能夠合理合規去滿足他們的需求